世界珍宝是无奇不有 在山枝区制成堂前主委开放展示的 世界珍钞馆内网络全同号的纸钞 最大规模童年度纸钱币收藏 以及最大规模遍体纸钞收藏等等 走进珍钞馆内就能够同时见证 四项的金氏世界纪录挑战内容 整间屋子的纸钞和钱币是让人叹为观止 世界珍宝无奇不有 在山枝区有制成堂前主委开放展示的 世界珍钞馆 网络全同号纸钞 最大规模童年度纸币收藏 以及最大规模遍体纸钞收藏等等 走进珍钞馆就能同时见证 四项金氏记录挑战内容 整间屋子的纸钞与钱币是让人叹为观止 我收集了2918张的全同号 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第二就是硬币的部分 由80773枚挑战成功澳洲的51504枚 那遍体刀的部分 由于这个是世界第一中的第一 因为还没有这个记录 所以说908张 金氏世界纪录这样子 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 耗费30多年的时间 搜集2918张的全同号纸钞 80773枚的同年度钱币 与908张的遍体纸钞 连同最大规模书法课的 金氏世界纪录的挑战 赤神堂前主委杨顺富 目前在四项金氏记录里面 还有两项是记录的保持人 而未来也希望能够继续的挑战更多不同项目的金氏世界纪录 拿下更多的金氏世界纪录奖牌 其实早就已经在做挑战的准备 但是因为金氏世界纪录他认为我现在挑战的项目是过于细腻 他们还没有开放到那么的深入这样子 第二我也想做尝试就是宴台的部分 宴台 天然宴台 磨磨的宴台 那个部分他被他打回票没有接受 因为那个部分他认为数量是要非常多的这样 不是我所提出的数量这样子 我们这个世界身杀款是由杨顺富先生的一个毕生的收藏 那这一个点其实是非常有特色 因为这个都是获得四项世界纪录的保持 所以非常不简单 那我们藉由这个点其实可以开放预约来参观 让这个更多的民众也可以了解这个钞票非常的一个独特 然后就在我们三支地区是我们三支地区的一个特色 所以结合的这个观光预约 让我们这个杨老师可以来跟大家做介绍 位在三支的世界争吵展示馆 志成堂前主委杨顺富也不藏私的开放让民众来预约参观 想让一睹全台湾最多的金石世界纪录挑战 到三支世界争吵展示馆就能一保眼福 看遍世界的各国纸钞与台湾早期至今的货币演进史 计较平衡三支采访报道